在大陸西安近期就发现 超过半数确诊者 在唾液筛检的过程中染疫 也引发专家忧心 松山机场采用的 就是土口水的方式裁检 而且在密闭封顶的空间下 这染疫的几率恐怕会更高 虽然指挥中心强调 用紫外线灯加强酒精重点消毒 但是曾经在松基裁检的 新党副主席李胜峰却爆料 曾经就看过检疫人员 只用酒精喷一喷而已 担心还是会有染疫风险 大陸陕西西安市今年1月初 爆发大规模感染 要求民众天天生活唾液裁检 后来确诊者中 竟有过半数都是在裁检过程中 遭到感染 如果这些人 你有很小心的保护自己的飞沫 自己的喷嚏这些东西的话 它就可能会造成交付传染 陕西用的是棉棒采样唾液 都可能有飞沫传染 更何况是土口水方式 台湾松山机场入境裁检站 就是用吐口水方式 在密闭封顶空间进行裁检 由于是认为有交叉感染风险 它是个密闭的小房间 大家进去里面脱口罩去吐口水 跟餐厅上厕所染疫的风险 是差不多的 指揮中心曾回应 松基裁检站每个空间 都设置紫外线灯系统 在民众裁检后会自动消毒 同时还会有检疫人员 喷酒精加强重点消毒 但真能完全降低风险吗 新党副主席日前入境 在松基做唾液裁检 也认为有防疫漏洞 如果就喷一喷 差一差而已 不管有没有余力 我能怎么办 我在那里没有选择了 紫外灯做消毒 我觉得效果不会很高 松基裁检站防疫 是否加强消毒 或改其他裁检方式 指揮中心发言人庄人 相回应 拓液裁检区作业期间 网庭基屏的大门敞开 以维持通风 全部我碰到的 只有在松山机场 是吐口水的 有很多的漏洞 密闭空间吐口水检测 防疫配套是专家关心重点 就怕反而成为 飞沫病毒聚集地 跟原本守护国门理念 背道而驰 接下台北